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穷电影 大家好,欢迎来到穷电影,我是穷哥 一个专注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解说 昨晚看了一部让我久久无法平静的电影 如果说对人性的探讨,韩国电影拍得很独到 那么俄罗斯就拍得很大胆 但是也是满满的粉刺 那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微楼渔夫 也可以说这是俄罗斯一部现实题材的暴露电影 电影开头的镜头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住户哀打 然后就是整栋楼的全景 辽阔之下的壁设,平静之内的不安 也只是用了2分11秒依次交代出来 另外一边男主技码是一个普通的广道工人 还上着建筑工程的课 和爸爸妈妈还有妻子孩子 一家无口拮据的生活着 他的爸爸是一个正经的闷糊涂 而妈妈反正是看不顺眼 经常提醒自己的儿子 你可不能像你老爸一样 工作中该捞便宜便捞便宜 别那么本分 但是儿子的回答却让母亲暴跳如雷 但是也让我们看到 有几个人能像他一样是老实人呢 就如他和老爸会去驱逐那些 在肠椅上破坏的人 还有每次都修复他 即马遗传了父亲的好品行 但是这天夜里 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附近一个破楼那边有管道坏了 让他过去看看 而这个地方就是最初 那个女住户被挨打的地方 随着警察的调查 发现开业的问题 男主仿佛的在楼外确认了很多次 发现了有好几道裂痕 贯穿了整栋楼 并且整个地基已经开始脱落 这明显是一个微楼 分分钟就要倒 可是自己的上级 工程师们都出去玩了 男主最后只能回到家 却怎么也睡不着 毕竟是800多条人命啊 不能死在自己的手里 最后他半夜醒来 通过妈妈那边 他打听到了女市长 正在办生日宴会 呼声传入 并向女市长说了这个事情 还好所有和盖楼相关的领导们 都在这里 男主报告了事情的严重性 但是不少领导已经喝的有点多了 驳斥这个水管工高堂扩润 年轻人没有放弃 距离力争 不过女市长有些害怕了 毕竟是800多条人命 如果出了事情 那可是很严重的 最后思虑在上 他下令让土地开发负责人 和房地产商一起去和男主 勘察事情的严重性 另外一方面 自己和物理的其他人 一起开会商讨对策 而女市长刚开始的担心 给了一种美好的误解 直到身边的一个官员对他说 只有800个人要一起死的时候 你才来管 要是他们一个个死的话 你为他们想过吗 开会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从上到下 彻底腐败的领导班子 大家一开始都一副 事不光解的样子 直到女市长的恐吓咆哮 老娘要是被抓了 你们一个都逃不了 如果不是电影 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的场面 而男主这边 他们检查了裂缝的地方 以及在楼顶上 男主用酒瓶做了一个实验 酒瓶完全往一个方向 管了下去 这也表明整栋楼已经开始撤清了 最后他们三个人回来了 而女市长等来了 他最不想听到的消息 无奈之下 他命令在场的所有人 立即行动起来 警察局 消防局 各个部门一起前往 威乐那边 疏导群众 女市长则单独行动 他一方面面临手下 把所有的账面材料全部销毁 一方面前去另外一个大房地厂商那边 祈求他把市里唯一一个盖好 但还没有入住的大楼 腾出来给自己安置灾民 可是对方并没有同意 他明白女市长的用意 但是自己不会做他的替罪羊 在女市长最无力的时候 甚至很绝望的时候 他身边的心腹告诉自己 这条路走不通 他只能铤而走险 因为如果楼房倒塌 使这么多人有替罪羊 那么他这边就不会负太大的责任 甚至贪污受贿的事情也不会被查到 所以就有了警察局负责人 把另外两个人和男主一起送上了车 带到了一个空地上 负责为了的房地厂商 马上知道了他们的用意 这时女市长准备杀了灭口 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们身上 但是男主却没有反应过来 可是最后这个贪污受贿 甚至可以说偷工减料的最大二级的房地厂商 临死之前做了个善举 他替男主求情 让警察放了这个无故人 可怜的男主直到逃跑后 才后知后觉 才发现自己原来卷入了一场巨大的阴谋中 他在黑夜中疯狂的奔跑着 回到家 接上了老婆孩子准备逃跑 但是在逃跑中 他却依然放不下那八百二十人的生死 原本他准备让老婆孩子先走 而他们的对话让我印象深刻 纪玛的妻子马上说 他们对我们来说谁都不是 然后我感动于纪玛的话 我们再起像猪一样的活着 也会像猪一样的死 就是因为我们彼此谁都不是 这是多么的现实 就如一开始 当那么多人的生死面临危险 家人其实没有极力阻止儿子 一开始就是这样 他们给了他信任 就像他父亲最后对他说的 快走吧儿子 这里永远都不会变化了 悲凉来寻 这也是给这个妻子口中像孩子的男人一个机会 看着政府危机公关 严则严则就成了杀了灭口 原来纪玛可能真的是白痴 他亲眼目睹了一切 目睹了凌晨未漏面前 没有一个人来组织舒散 一切都是骗局 这个白痴走着走着 就成了谈鸡喝得 最后他偷偷的潜入大楼 爱家爱户的敲门让他们逃离 所有的人在半闷半行之下 被恐惧赶下了楼 他们和男主一起站在楼下 看着晨曦中的微楼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男主那脸上洋溢着微笑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 迎来自己的不是蓄日的阳光 和众人的歌颂 而是800人的拳脚 甚至旁边那个劝架的人都遭到了波及 最后这些人又回到了他们的微楼 男主倒在了地上 电影的结尾 导演的态度很暧昧 在暗示这座楼里面的人 确实无可救药 即便在死亡边缘仍旧一无反顾的不知感恩 最后坚持正义到底的马迹 被遗弃在即将倒塌的微楼前 无可奈何 就像这个世界 秉之良知的人坚持底线 但是他们改变不了这个社会 也左右不了这种悲剧 但是我一旦相信好人多 而导演也狠狠地批判了那些不做事的官员 上他那些800笔一中 有理智良知的好人 不过导演狠狠地黑了平民大众一把 当时电影真的很棒 推荐大家去看看